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周末炼金书 我是金普聪 周末炼金书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叫做恐惧 川普入主白宫 这是远流出版社 今年1月多才出的新书 作者是非常有名的 一个资深的调查记者 以前是在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 叫做Bob Woodward 他也就是当年发掘了水门案 然后透过申红龙 揭发了尼克森的不法行为 迫使尼克森下台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国的 很受尊重的一个新闻记者 那我们今天请到 跟我们一起来谈这本书的是 联合报的副总编辑 他也是专门负责联合报的 国际新闻 国际转角 郭崇伦先生 崇伦兄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要不要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Bob Woodward的背景 Woodward当然大家知道 大名鼎鼎 他那个时候是揭发了水门案的 但是后来他仍然盛名不罪 主要是因为他写过九本 关于美国总统的书 就是不同的总统 不同的总统 而且他越写越有名 到最后每一个总统 如果碰到他来采访 几乎都会跟他完全的合作 比如说像欧巴马总统 是完全的 他想要访问谁都可以访问 然后希望尽量把他的观点 能够争取过来 那小布希那个时候 有一点跟他保持距离 因为他知道 他会对于小布希的任内 有一些批评 但是还是完全的白宫都开放 但是Woodward写书 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 在于说 他的全书没有引 就是不是说这个人说什么 而是说他把所有的 消息来源 消息来源 他的访问的对象 都把他变成deep background 就是最深的一个背景 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下 但是大家看书 知道他的消息是 有一些来源 有所本的 所以书出来以后 几乎也没有人跟他否认 这个书里面的真实性 我觉得这个是他 到目前为止累积他信誉 最强的一个地方 一般读者对他的公信力 有很强的 除了少数被批评的人 出来攻击他 包括川普 这个事情很有趣 因为书出来以后 大家就想 是不是他有些地方捏造 然后他马上就公布了一个录音带 这个录音是书写完了以后 定稿了 川普跟他打个电话 说怎么你都没有跟我来打电话 他说有 我已经跟你们秘书约了三四次 你都说很忙 没有办法接受我采访 哪有这个事情 我赶快去查 是哪一个人这样说的 然后用这个方式 希望能够缓和 也许川普希望能够 让他在最后能够改他的结论 但是那时候已经太晚 对他最有名的就是说 他其实也不在中间去张匹人物 所以他强调的是说 他都是举出事实 他不做判断 他让人自己去判断 所以他的公信在说 我引述的都是有所本的 都是他后面幕僚 都是匿名的 但是这些人都有讲过这些话 我不会凭空捏造的 我觉得这是他成功的地方 所以川普自从上台 还没上台开始 就是个争议性的人物 川普其实 他想要选美国总统 已经很多次了 那这一次他能够获得 这个共和党的提名 没有人敢相信 就是他竟然是以一个 完全跟共和党 没有什么渊源 大家认为他能够做 即使大家觉得 他连做市长的资格 大家都没有 对于很多事情 是没有这个背景知识 但是他一路 这个批冠斩将 到最后竟然赢得了选举 是跌破所有人的眼睛 这本书里面 可以看出他的背景 其实就是美国的 这个所谓的 一种潮流的改变 对不对 因为他们这个 美国当年是做世界警察 对 然后加入很多国际的组织 可是川普 他的出发点里面 就是说我们美国利益优先 就说我们不要当老大 我们不要这个 勉励自己去 参加那么多的 国际组织在付钱 所以你看他书中里面 他退出 从他上来到现在 退出了一堆国际组织 巴黎这个气候协定 对不对 退出 威胁北约要退出 就说你看你们都不付钱 他其实你仔细看 他们批评说 他是一个看账本的 这个总统 那书里面也有这样一个标题 意思就是说 他受批评 说你什么都是钱钱钱 蜘蛛比较 都没想到美国更大的利益 所以他你看他撤军 要从这个南韩威胁说 我要撤军 他就是用钱来看 他说你看 我们贸易赤字 跟他一年一百八十亿 每年还要付军费 驻军在那边三十五亿 那花那么多钱 他应该付钱给我 我们派兵去 可是他在这种国防部长 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这个Master 还有这个Mathis 都告诉他说你不能那么短视 但好像听不进去 您可不可以分析一下说 韩国对于美国在国安上面的重要性有哪些 这个事情其实在 北韩的危机 飞弹危机最厉害的时候 那个时候川普 跟他的这个国安幕僚 有一个争辩 我想书里面 这一段是最有名的 川普说 我们在那边部署萨德 为什么还要我们全部出钱 韩国应该要出钱 其实知道人都知道 其实萨德的部署 帮美国多争取了十几分钟的预警时间 对于美国的安全是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川普认为说 你这萨德飞弹是用来主要保护南韩的 为什么我们要出这么多钱 那我觉得最近的这个辩论更厉害的 就是川普要求驻韩的美军 韩国必须要提高他这边的费用 这个费用原来川普要求要十亿 最后谈到五亿 但是最后他还是不满意 他说每年再谈一次 要求韩国这边要提高 我觉得从Matters这边来看 他觉得美国的安全 其实是后面隐藏在这个成本里面 韩国对于美国来讲 当然是很重要 他就是做第一线 你现在一下子要把韩国这个东西抽走了 当然你是总统你可以做这个决定 但是后面影响实在太大 就像是北约 北约他们有一个条约就是 凡是对一个国家的攻击 视为对于全体的攻击 川普那个时候 他说一定要北约每一个国家的军费 都要提高到百分之GDP 百分之2 那德国那个时候大概只有百分之1 他要每个国家提高军费 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对于北约来讲 他的整个的军事的部署 美国是其实是占最大的便宜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川普硬要北约出这么多钱 也让现在美国跟北约的关系 弄得非常紧张 所以您刚刚讲的时候 南韩其实这是国家安全上 在地缘政治来讲 他实在是不可以 美国不掌握的一块 尤其是现在这个北韩有这个飞弹 他的这个洲际导弹 飞弹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时候 他们就讲说 你在南韩设这个所谓的侦察战 你可以7秒钟之内 就知道他发射了这个导弹 可是你如果退回到 所谓阿拉斯加美国的观测战 他需要15分钟 你刚刚讲说就可以省了14分钟 用这个53秒的时间 而且更重要的一个 不只是北韩 其实潜在当中 他是针对中国大陆 大陆的那个导弹 才是真正对美国的威胁 所以他担心的是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 其实他一个 除了收集情报之外 对不对 其实他一个国际信用的问题 对不对 你在那边驻军 你等于是日本韩国 他们就安心说 美国你这个盟友是可以信任 对 你如果把它撤掉的话 谁还信任你美国 所以他完全是从这个财政的 这个角度去考虑 是在我看他的这个国务卿 在书里面提供他 对他的批评说 他的国际知识 大概只有小学五六年级的程度 但是这个这样子 五六年级的程度 正好是符合他的核心的支持者 也就是在中西部 没有大学教育的白人 尤其男性为多 这些人他们其实对于国际也不知道 他们就觉得整个全球化 伤害到他们的工作 觉得我们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钱给外国人 那他的想法跟这些人完全是相和 所以不管是你这些精英们在批评他 国际的盟友在批评他 他只要掌握了这些人 现在看起来他在美国政治上还是很稳的 是啊 因为这等于是他的始终 这个西东的选民 所以你看他民调虽然从而没超过50% 但他永远有个40%以上 这40%就是他的这种 你刚刚讲hardcore的supporter 他们对于您讲的国际知识不懂 你像这个北约组织 其实他是组俄这个苏联这个扩张势力 最重要一个堡垒 但是他就给你算钱了 德国很有钱 你应该出2%你才出1.2% 他就跟他算 可他也成功了 你现在也涨到4%了 我看欧盟也这个北约也吞下来了 但是交得出来交不出来是一回事 但是北约的人现在越来越怀疑 美国是不是到了危急的时候 真的愿意来commit 来帮忙欧洲 欧洲现在开始说 我们自己可能要再组自己的军队 美国是不是这么可靠的 所以他就是国际信用的 被他摧毁殆尽 我看另外一本书在谈到 其实就是川普的当选 跟美国近年来兴起的 这叫国足所谓的民族主义 他给他多加了一个democratic 这个名称上去 他说这种国足的民族主义里面 他们其实是把某些国家 当作长久的敌人 跟分成中长短期的敌人 他列的几个主要敌人 里面不足为奇的一定有俄罗斯 他说是长期的 中国大是最潜在 最大潜在的敌人 将来会跟大家争论世界第一的 他把伊朗当然也念为进城最需要 因为伊朗跟叙利亚的关系 而且都有核武能力的时候 他们是很害怕的 更妙的是我看最后面 他把德国也念成他们的敌人 他觉得他们不要忘了 他们这一派的人讲说 两次世界大人都跟德国有关 所以他把德国也当敌人 就说北约组织最大的受益者是德国 所以我觉得川普受到这些理论的 就是他们的这个基本的想法 也是根源于此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他这本书 他出来的以后 有一个报纸就提了说 他这个新闻里面就说 这是USA Today的一篇文章 他说里面这本书有五个爆炸性的叙述 我们挑这五个来谈一谈 那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跟这个崇文兄 一起来谈这个USA Today 最近出了一个有关于这本书的 五个最引起争论最具爆炸性的叙述 欢迎回到周末炼金术 我们今天很高兴是跟联合报的 这个副总编辑郭崇伦先生 我们一起来谈这个 远流最近出版的这本书 Fear也就是恐惧 川普入主白宫 在谈这个USA Today 他举了五个爆炸性的这个话题之外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这个Fear这本书 其实是恐惧这件事 是出自于川普之口 对 他最早好像是强调说 让人这个最大的一个拥有的权利 就是让人家恐惧 这是他亲口说的吗 这是华春邮报在访问他 那时候web也在现场 他就把这一句认为 这非常的完美的描述了川普 对于权利的这个想法 川普认为权利 未必是要真的用出来的 但是你要让对方知道恐惧 你会使用这个权利 这就是权利的本质 就是威胁了 恐吓 但是恐吓你要有 让对方会害怕 也相信你会真的会用 这才能够 如果对方不相信你真的会用 也没有用 可是后来大家就说 这本书用这个主题 有异语双关 就是说川普在白宫 实在是让人恐惧害怕 有趣啊 好那我们来谈一下 USD Today讲的第一个主题 他就是说 从桌上偷公文 这件事在书中 也有一个详细的描写 你要不要谈这件事一下 那个时候川普 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想法 他认为南韩占他们便宜 他认为要取消 南韩跟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那个时候 我们刚刚提到了 其实南韩对于美国来讲 非常重要一个盟友 你突然之间就取消了 你没有事先跟他磋商 这个事情会有很大的 一个后续影响 他公文都写好了 公文写好了 不只是有简单的 有比较复杂的 他一再要求人家 要把公文拟出来 他一千字就准备发布了 那当时的 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 Cohen跟他的一个秘书 一直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妥 Porter 然后他们不止一次 那个公文到川普桌上了 他们就把他拿走 拿走以后 川普后来也不记得了 然后就再说再弄 不过这里面有几个事情 一个可以看得出来 白宫那个时候非常的混乱 你公文可以不见 也没有人去追究 我们在我们公家机关 至少公文都有记录的号称上来 尤其是到总统这边 带绝的公文 那是不得了这件事情 第二个 川普你也不能说他不坚持 他虽然可以忘记 但是他一直这个想法是在的 所以他三番两次 要人家重新再拟这公文 第三个我觉得 这反映出一个大家 一直在猜测的 在川普的白宫里面 有一些人 他们是所谓deep state 这个deep state的意思就是说 按黑帝国 就是说你表面上是有一套体系 里面有另外一套运作的体系 另外一些人 这些人可以不遵照总统的指示 不遵照一般的程序 来维持他们运行 川普在选举的时候就一直说 他要急干华盛顿的沼泽 他认为这里面有一些事情是违背了美国当时的一些想法 任何的选举 任何的民主不能够改变这里面深耕地结的一些结构在 我觉得这个里面也相当深度反映出 尤其是这书一出来以后 有一个匿名人在纽约时报上面投书 说我就是属于这里面的那一批人的一部分 那我们会尽量的阻止川普来做一些伤害到美国的 跟美国过去对于盟国的承诺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作者Bob Woodward他就讲说 其实这里面是很严重的问题 他叫行政叛变 基本上 因为你第一个你违反了总统的意志 第二个你等于是破坏了他的权利 总统的权利 这个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您刚刚讲说这个deep stay 这个暗黑帝国的时候 其实讲的是一些所谓的既有的 不管是金融业或者是军工业 然后军火工业这些 他们一个这个所谓的暗节的组织 这个地方您讲让我想起来 这个Cohen的Gary Cohen 他的出身 他是这个石油大亨的这个 Exxon的这个CEO出身的 那个是国务卿 他是Goldman Sachs出身 他是Goldman Sachs Goldman Sachs出身 都是这种金融业的这种所谓的CEO级的 也就是属于被批评的这种deep stay的 一部分结构里面的成员 所以这个很有趣的观点 所以偷公文这件事情 到底川普是 我看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想到是不是年纪大了 因为我们到某一个年纪之后 就是他在他里面提到 他记忆力好像需要一个触发器 他跪下来 看到某一件事情就想到 就像我们现场有 这件事怎么忘了 他是不是也跟他年纪有点关系 我在怀疑 否则为什么会讲完就忘 然后公文偷走 他自己都没有感觉 据说川普的他的记忆力集中的时候 注意力集中的时间非常短 所以给他的简报 最好不要超过两页A4的纸 而且最好是有一些图片 你要有彩色 你不要把它弄太复杂 因为总统的注意力是很有限的 他不会给你很长的时间来讨论这个事情 一下子他里面念头一闪就过了 所以这个相对来讲也蛮可怕的 这个大概跟第一 当然跟这个个性有关的 然后他的人格特质有关 第一个也可能跟年纪有关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反正这是蛮不可思议的 在即使在一个比较 像我们台湾一个严谨的公务机关 不可能出现公文被偷走 然后没有下落 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这个混乱情况应该是在凯莉当幕僚长之前 凯莉当幕僚长之后 应该整个有一个制度 凯莉他是军人出世 他也是海军陆战队 我看他用了好多海军陆战队的四级上将 所以军人来当然是会比较有纪律 管理的好 不过他后面也常常发怒 因为川普还是常常动不动 就自己找人bypass 就是这个绕过这些既有的这些规矩 然后自己搞自己的 这是他的人格特质之一 那我们来谈谈他第二个 里面讲的很有争议性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他的律师陶德 他当然请了这个花重金请来的 这律师我们先讲 后来也辞职不干了 这律师呢就告诉他 说你不要去这个作证 这个Muller就特别检察官 调你去的时候 你不要去去的话他只有两个结果 就是一你不作证没事 二你就是进牢了 意思就是说你去去的话 你的大嘴巴一定出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休息一下回来 待会请您谈一谈有关于这一段 欢迎回到周末年金书 我们今天跟这个崇仁兄谈的是这个川普的这个有关于他的恐惧 这个这本书 那我们刚谈到了说这个USA Today里面几个爆炸性的这个内容 这个揭示 他其中提到一个就是他的律师 不要他去出庭作证 您要不要谈谈这一段 这个是因为后来有一个特别检察官穆勒一直在调查川普 这里面有几个重点 有一个是川普是不是妨碍司法 包括他那个时候把科米联方调查局局长开除的这个整个情况 然后还有就是他是不是有跟俄罗斯有勾结 尤其在选举期间 那这些事情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指控 那穆勒要求白宫要合作 尤其是他除了白宫的幕僚以外 他要访问他要川普作证 出庭作证 这个作证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看到他的律师一直在跟川普说 你不要作证 你可以跟穆勒来合作 他们问你的任何问题 你可以书面回答 书面还是经过他们那个像陶德这些人要看过 避免你中了他的陷阱 但是你要是跟他口头的一对一 他来问话你要作证的话 你就很容易会掉到他陷阱里面去 因为川普他 易怒 易怒是一个 然后他很习惯性的撒谎 对 那这个穆勒手上有所有的东西 你要是一撒谎 作证撒谎 这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 就是伪证 你到时候真的会可能这样子吃上官司 包括他其实跟COME这一段 COME是FBI的局长 他的前任就是这个独立检察官穆勒 就是穆勒 那他去找川普单独两个一对一谈的时候 他回去就立刻做笔记 写别忘录 所以川普后来就失口否认说他说谎 但大家都比较相信COME 不太相信川普 他里面就提到 因为他的第一个国安顾问叫做Fling 佛林 佛林 他的佛林就是撒谎被抓到 说他没见过俄罗斯的大使 跟俄罗斯的人接触 后来被人家逮到他撒谎 他也承认说谎 所以我觉得这个COME就在里面引述一段 他就说这个川普跟他有说 Fling he's a nice guy 他是个好人 要他们不要再查下去 要他们不要再查下去 他的备忘录就这样写的 那川普就坚决否认有这一句 这一句话就是两相将来要对职的时候 那这个陶德我觉得很有趣 他说我来演这个检察官 川普你来试着回答 结果两个试演一下 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川普就发飙了 开始骂 骂COME 骂谁 拼命的口不辙也 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要他去 他觉得他一去 他讲了一句名言 就他们讲的 你要么就是不要出庭作证 要么你就是穿上橘色的球衣 你去做了吧 所以他后来辞职了 我觉得他在这个时候辞职 其实也是全身而退了 至少不要到时候川普惹上官司的时候 你还做他律师 那个对你的一世英明会有很大的影响 不过我觉得川普现在栽在另外一个律师身上 就是他的私人律师 那个Tai 那个Cohen Cohen最近他作证 他叫Michael Cohen Michael Cohen 他提到了 以前川普跟他之间 有非常多次川普要他撒谎 有非常多次川普 口不择言 包括那个时候 要他在俄罗斯 在莫斯科的时候 要盖大楼 要跟普丁 要怎么样来商量 所以这个事情对他 现在伤害最大了 对 所以难怪他那么紧张 你可以看到 平常都他还蛮镇定的 很有自信的 可他想到这件事情 他自己都承认 他睡不着觉 所以他才会公开讲说 你们这样搞我 我连国家大使都不能处理 而且他幕僚也都发现 他只要每次一跟 这个司法调查有关的时候 他整个人就在白宫里面 就跟失魂了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他在跟金正恩谈的时候 正好是Cohen 在国会作证的时候 川普一定整夜在看这个新闻 而且美国的媒体 把金正恩跟他见面 做得很小 甚至还没有Cohen作证来得大 对于他来讲 有了很多人讲说 最后他walk away 就是后来破局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 所以他您刚刚讲 他看电视 他在书里面 也描写他幕僚 他是检视个电视儿童一样 一天要看六七个小时的电视 然后再来就是 另外一个有名的 就是发推特 有人称他King of Twitter 推特只能有一百四十个字 可是现在为他 人家开玩笑说是为他改成两百八十个字 他就反而不高兴 他说我是 我看那边书里面一个标题 自称是一百四十个字的大文豪 对不对 他说他自称自己比谁 他是自比自己是 我看他是谁 反正就是大文豪 忘了 不管怎么样 他这个发推特 他是随性而发 那真的是想到就讲 而且完全不经过幕僚的商量 很多幕僚原来跟他之间 要从推特才知道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 有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fire 从推特里面才知道 所以这个事情让后来 凯利我们知道 禁止他发推特 说你一切的都经过 要我们经过公关部门出去才行 可是川普忍耐了一段时间 最后还是没有办法 他还是自己 自己做自己爱做的事情 而且他觉得推特是他成功的原因 也是他当选总统的原因 所以刚刚那个文豪想起来 叫海明威了 他自称是一百四十字的海明威 他他开除人也是用推特 而且都是抢在人家跟别人之前 就是被开除的人对外说明之前 我看里面最讽刺的一段 是他的白宫幕僚长 Ryan被开除的时候 他说你没有把工作做好 他就把他开除 他就说那你要给我一点时间 那川普他幕僚说他职业说谎家 他就说没问题 结果他们出去上了车 Ryan跟他的政治幕僚 叫做Meter 还有另外一个幕僚 两个三个人坐一部车 三个人在看到推特 已经宣布他要离职 另外两个立刻下车 就把老长官丢在车上去坐另一部车 这美国官场现实 真的是老美现实就是这个地方 这一段是非常有趣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继续跟崇伦兄来谈 这个恐惧这本书 欢迎回到周末电经书 我们今天跟郭崇伦先生 也就是联合报的副总编辑 国际转角的 这个您负责的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 我觉得联合报的国际新闻做的 我个人认为是所有媒体里面做的最好的 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 他提到了就是说 有几个爆炸性的话题 不出庭 座正有一个 再来就是开始跟骂人有关了 这里面提到两个 一个就是说John Kelly 他就公开的在别人面前就骂说 川普是个白痴 另外一个就是川普在务署的面前 公开骂他的法务部长 Session 他说他是他其实一直都是川普的出气筒 他骂他说 他是个这个stupid愚蠢的南方老 然后还嘲笑他口音 他说在南方做个律师就差不多了 他为什么那么气这个Session 这个川普骂Session是公开骂 而且骂得非常难听 但是这些部署们骂川普都是背后骂 包括那个凯莉骂他是白痴 他的Tillerson他的国务卿 骂他是moral 这都是背后骂 Session主要一个原因是 Session刚刚开始当法务部长的时候 他就说我要回避这个通俄门调查 我要回避所有穆勒现在在做的事情 川普就很气 就说如果早知道是这样子 我还不要让你做法务部长 你如果要这样子的话 我就是要指望你能够帮我挡这个事情 甚至必要的时候 牺牲自己要把穆勒给fire掉 因为川普不能直接fire掉穆勒 还是要经过司法部长来做这个事情 你现在的话让我完全就 完全没有任何掩护 直接就是受到穆勒的调查 所以他一直认为这个Session只愿意保自己 不愿意来对他效忠来保护他 这是让他公开要羞辱他的原因 对他其实是一开始就首先几个站出来支持川普竞选的幕僚 做了法务部长 我觉得他快说我看书上讲 外界觉得他也应该这样做 合乎这个法律 合乎长情 但是川普这个个性 你看他就是忠诚度要求很高 动不动就跟他讲说 你可不可以对我效忠 司法部长 或者是现在我们讲的科米 作为FBI的局长 他都是要有某个程度的独立 司法行政的那个味道 你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话 你怎么可能你能够再维持你的声誉在那里面 对 所以基本上川普的个性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个第一个易怒 第二个他这个对人 这个可以很有礼貌 他们讲说刚开始跟你越好的 一百分交情后面一定会降到零分 你看他几个重要的幕僚 好像都是这样 包括这Rines 包括John Kelly 包括Coin 从一百分开始到最后一定会到零分 所以你宁愿前面低一点分数 后面还可以活得长一点 那他另外一个 在这个USA Today里面指出来 就是说他们指出这五个 其实都是因为认为这五件事情 其实都不合乎这个政治的这个常态 都是一个美国总统史上 大概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形 他另外一个就是说出了川普的个性 川普一直否认自己有种族歧视者 不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 可是外界这些自由派的对他的攻击都这样 所以他们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在美国的这个 维奇尼亚州在2017年8月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就是 这个有一批这种白人至上主义者 说去抗议这个General Lee 李将军的同校被拆 结果有反这个 这个反他们的这种团体 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去 结果就有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 就开车撞死了一个女的 然后也撞死了十几个 这个其他的这些抗议 就是抗议他们的这个集会的人 那川普总共发表了三次声明 你要不要谈一谈 为什么大家会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要 其实显露他的一些个人思维 这个事情其实是美国政治上面的一个禁忌 就是说美国总统应该是要代表整个国家 像白人种族主义 白人至上的像3K党这样子的 新纳粹党 是要谴责的 在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 刚开始大家就要求川普要赶快的 对这个事情发表声明 谴责这个白人至上主义 川普第一次是不痛不痒的 一个声明大家觉得不够 你要发表第二个声明 第二个声明比较是触及到 跟大家所期待的相似 但是川普想想又不对 回来又讲了第三次 就是说其实双方都有好人 双方都有问题 这句话就有问题 双方都有好人 这个事情其实不只是让黑人的惹恼了 其实对于他的政府里面的犹太人 也惹恼了 像他的Cohen就是一个犹太后裔 犹太后裔对他 犹太人在美国也是非常敏感 任何反犹 种族主义 3K党 其实那个时候 他们对于这种事情 向来是不能够容忍的 所以那个时候据说他的女婿 也对这个事情不满 他也是犹太人 他也是犹太人 所以这个事情 川普后来被批评最厉害的是在这里 最近他的私人律师也证实了 川普以前常常对他讲的都是 骂这些犹太 骂这些黑人 包括有些时候就讲说 这些什么shadow country来的 非洲来的 狗死坑 死坑国家来的 他其实有非常强的白人优越主义 是 其实就像您讲的 就是说这个 在这个集会之中 因为这些白智商主义者 他们拿的火炬 很像3K党的时候 然后高喊说 不能让犹太人取代我们 其实就是反犹太人主义 那您刚刚讲的 Coin也好 还有他财政部长 Muchin Muchin Muchin也是犹太人 可是Coin 他太太要他辞职 他就去跟川普讲要辞职 川普就把他骂一顿 说你这是背叛我 所以他就说 好 那我留下把这个税改做完 税改做完 可是照我来看 这都是 其实所有的人 连其他人在旁边看 就你该辞职 所以他还是有一点 恋战他的官位 当然有一点 你事后 我想这都是 他跟Woodward在讲 这个事情的时候 也当然是美化自己 当时的这个借口 他应该要当机地段 就要迟了 对对对 因为基本上 这个川普还在 他的这个整个的 这个演讲里面 第二次 他讲完以后 其实幕僚Porto 跟他商量了六个小时 修改论识 都改得很好 他们都像很像 这个美国这个 著名总统的 这个感动 感动人的演讲 结果他回去 一听到新闻报道 这个Fox News说 这个川普修正了 他的立场 等于意思他是道歉 他就飙了 就发火 就发表第三次 第三次里面 其实他那个词句里面 就暗示就是说 其实这些白产志尚主义者 不等于新纳粹主义者 这个东西 等于就是在护他们 所以才会引起 那么大的波澜 我觉得这里面 当时班 班人好像还没有辞职 班人 其实在后面 当时是 整个川普运动的 就班人讲过 很有名的话 他说 川普只是代表 这个后面这个运动 那川普如果即使不在 这个运动还要持续下去 所以这个运动 不仅是在美国 包括班人现在在欧洲 他要在今年的欧洲议会里面 把这个民粹主义 这个右翼 反移民这个东西 要准备再炒一次 我觉得 川普也许是一个比较 直接的 比较原始的一些想法 但是后面有一套想法 是像班人 是这一些所谓的民粹主义者 其实欧洲现在民粹主义 其实已经是越来越厉害 而且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了 所以这个班人 其实是也可以谈的 可惜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 那这样非常谢谢 郭成龙兄来我们节目 谢谢您 谢谢 谢谢